英语是国际医院现在受到大家重视 其中EMI的教育方式是现在教育一个真重视的 大业大学就特别生日了EMI 精进教学工作坊 提升老师专英文的教学领略 现定的英语教学是有就要来提升英语老师的教学领略 这个课程并不是教学生英语 当时教老师要读合用这个专英语方式来教学生学识 完全来讲这英语的政境 然后我回到台湾到1998 所以我已经回到25岁了 所以我先学习电脑科学 然后后来回到台湾 我来到台湾到5岁了 在参加EMI最主要是我们社院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学院 除了老师都是从各个国家归国的学者以外 现在也有很多的学生是从国外来的 像从东南亚、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等 甚至于香港、澳门也很多 大家台湾认为中华为地区教育博 台湾、相议化、核实家为中卓台湾 这次的课程邀请空中英语教学的专业人员 将来做百分工做 用专英语方式为理解、提升、英语教学联络的老师来做厉害 我每次要说来跟着我念 跟着我念 minutes minutes 请坐请坐 来拼音跟着拼音一下 因为我去过某些学校上课的时候 发觉我在上正常的课 结果任何一个英文单上都不懂 所以我只是在告诉大家说 今天看到人非常热闹 所以我希望下学期开始 因为要弄一个礼拜这件事情 这很可能 对对对 就是俊福 俊福 为到营养政府的相议化政策 台湾台湾基盤在为期五天的EMI 教育课程 EMI艺术在台湾这种所在 用专英语方式做到 这项教育课 需要英语老师、核实、核实、体育 这次的课程也认为老税重视角显定 江西新闻高速馆台湾报道